竹山社区为了促进老街的活化 帮助地方社区增加收益 特别规划一场巡礼活动 带领民众走进老街与烟业馆 认识地方历史人文 现场除了规划竹童玩DIY以及音乐演出 八大社区也各自带来许多特色进行推广 为了促进竹山老街活化 为地方经济带来更多收益 竹山社区规划了一场竹山老街 演业馆历史巡礼活动 并结合竹童玩DIY 音乐表演与八大社区产业行销来顺大办理 我们今天是举办竹山镇社区产业行销 计划里面的2019竹山老街 演唱馆历史巡礼的活动 那我们现场的有100人的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本社区有准备了我们的地方特色风飞餐 让我们的游客来品尝 以及我们八个社区的产业行销 也来到场来行销我们的产业 那我们今天社区共同都全部的出动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活动会给竹山的街上 注入一点希望让我们的老街也活络 那我们这演唱馆因为也是刚成立 因为我们的加入它会更加的活力重现 透过这场多元化巡礼活动 也让民众认识到不曾听过的历史人文资讯 并也透过制作竹筒饭回忆而识 可以说活动内容丰富 让民众也都赞不绝口 有了我只能了解我们这些年轻轻的故事 这些知道整个故事 他说什么太随什么 我才知道我以前都不知道 这很好玩 这很好 我才能了解我们的丁山的故事 我以前都不知道 本地在丁山到那久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这样带来我们这些细细的老后 跟他们说了我们所有的 大家就知道更清楚 没什么都不知道 又什么事 做社区 里面做这个社区 做这个是真有意义 让老人一个头部不贴法 真的可以说这样有一个成就 回忆年轻小时候的时代 独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曾玉轩表示 希望透过这场结合多元内容的 竹山老街 营业管理时旋理活动 水老街更为活化 另外地方及社区带来收益 帮助营运与发展 同时希望能够带动观光 让存起已久的老街 能够透过活动再度活络起来 为地方带来更多经济效益 记者陈玉智 竹山镇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